台东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在台东花莲等地 查获了7名自愿性人头账户 还有4名收部手及收部手主谋 谢姓女子和张姓男子情侣党 被害人士依诈欺集团指示 把金额高达新台币2000万元 汇入诈欺集团的人头账户 而全案是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 已请台东地检署侦办 台东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在台东花莲等地查获 7名自愿性人头账户 4名收部手以及收部主谋 谢姓女与张姓男群女党 被害人依照诈欺集团的指示 将金额高达新台币2000万元 汇入诈欺集团的人头账户 来过来过来 打架 根据警方指出 111年10月 谢姓女就以数十万元不等金额 向下内毒品人口收购账户 并转交给诈骗集团使用 而姚信等30名被害人 受到互相诈欺集团 以假投资方式进行诈骗 而被害人在社群软体浏览 发现投资稳赚不赔 以及轻松赚钱的诈骗讯息 并遭到诱骗加入赖群组 而群组名称标榜 投资老师代理炒股 股市民等等字眼 又使被害人投资 共将金额高达2000万元 汇入诈欺集团人头账户 后续获利 并以高额出手金手续费 金管会调查等理由 告知被害人无法提取现金 比较大队近日在台东跟花园地区 共期查复有13米的贩卖 新农账户的收付所一团 那该集团成员以 谢姓女子跟张姓男友为主 其成员有4米的收付所 台东县警察居表是 该案诈骗集团犯罪分工缜密 诈骗集团利用 辖内毒品人口缺钱购毒之际 提供个人账户 让被害人贿赂诺诈骗款项 在分派车手提领后 交付不祥上游收水之人 而全案依照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 移进台东地检署侦办 祖贤谢姓女经过法院 裁定羁押 记得犯罪台东市报导